今天想拍一個black friday 不好意思我知道我遲了很久 因為前一陣子都比較忙 畢業 而且我也病了 所以推到現在才拍 真的不好意思 而且我現在穿了這件黑色的衣服 所以就特地配合這個black friday 我大部份的產品都是上網買的 第一樣就是這個 Glam Glow的面膜 他們有這個賣一送一的優惠 他們的官方網 其實他們去年也是 前年也是 這個是Glam Glow經常做的優惠 我記得我買了 好像是兩盒這個 可能會看到 這兩隻都是深層清潔面膜 他們的分別其實是有分別的 因為我記得這個粒子是有一點的 而這個有點像茶葉 好像真的是茶葉 所以兩個出來的效果對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 但是它的質感 那個粒子或者裡面的東西 就有一點不同 但清潔力出來是一樣的 然後就是這個 Lapari Eye Serum 但它好像叫做Eye Complex 是這個藍色的系列 非常喜歡這個 是細細枝的回購 還有這裡大部份的產品 其實都是在護膚品為主 其實Black Friday最好 就是買了成年的護膚品 其實真的是最划算的 化妝品其實我不是太好 我比較喜歡護膚品 非常喜歡這個 我塗上眼後就很舒服 而且之後塗上眼霜的時候 不會扯著扯著 因為味道比較乾 所以如果有一個中間隔著 一個隔膜這樣塗上眼霜 感覺會吸收一點 眼膜 這個是SUSAIDO的 也是回購了很多次的 這個一盒裡面有12對 即是24片 可以敷12次的一盒 這個就是for這個去紋 幼紋那些 去不去到紋呢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其實我眼附近 可能笑的時候化妝 就會有些紋出來 但如果我平時不笑 那些紋也不是太嚴重的 眼睛 但也有敷面膜 眼膜的習慣 這個也非常好 不會生油脂粒 而且感覺敷完之後 眼底就保濕了 不乾那些 而且它又是眼膜 這個回購了很多盒 多到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盒 我試一下拿出來 還有的 這個是DHC的眼膜 這個是可以敷過夜的 是這樣子 可能這個比較清楚 是一個啫喱狀的 跟Sucido這個完全不同 這個Sucido跟平時的面膜紙 那些質地是一樣的 一盒裡面有6箱 可以敷過夜是非常好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不夠睡 或者之前那晚喝了很多水 知道之後那天有工作要化妝的話 敷這個真的可以 幫我減少這個眼袋 因為我又不夠睡 或者很累的時候 我的眼袋就會出來 剛剛起床的時候 除非真的睡很多很多小時 就不會出眼袋出來 但有時候晚上睡 這個非常非常推介 這個barbor的 這個是安平 它又轉了新包裝 剛剛一盒裡面有7支 它的包裝完全是長方形 它之前是方方形的 這個是綠色的系列 而我覺得barbor裡面 其實這個系列 比其他那些可能價錢比較便宜 但它的效果跟其他那些 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非常推介你們買這個綠色 都是補芯品是什麼 其實是一支這樣 可能看到這個圖 是一支小小的 是一支濃縮版的serum 可能有什麼重要日子 可能結婚 畢業禮 或者出席活動 有些很重要的日子 之前那晚可以塗的 我知道那些貴婦 是每晚都會拍一支來用 但我覺得很貴 因為其實安平是很貴的 所以我不捨得每晚用 所以我大約可能 看看那時候是冬天還是夏天 冬天會用多密一點的 比起夏天 一個星期可能隔兩天 隔天也覺得太貴 所以可能隔兩天去用 而且也要視乎我的皮膚狀態 但這個非常推介 如果你經常都好 我都買了幾盒 暫時這裡有三盒 噢 還有 噢 原來我買了 對 我買了其他 這個是比較不同的 我綠色 因為他那時候 Barber的官方磅 正在做優惠 這個是綠色的 綠色暫時有五盒 暫時看到 我記得是新出的 他寫著新字 是藍色的也是保濕的 也一樣有七支在裡面 這個用完之後也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覺得比綠色好用的話 還有這麼多 我真的回購了很多 剛才那裡雙倍 真的非常推介這個 每次Black Friday 我其實也是買這個 因為真的會經常用的 一年裡面 然後有些 sample 我不逐個逐個說 全部都是香水的 sample 而且其實我不是太噴香水的 因為 頸子和我的唇 比較容易敏感 而且耳朵 飾物那些 我帶飾物都會比較敏感的 所以很少塗香水 那些 也是一些 sample 有SK2 這個也是SK2 我買了東西 其實不好意思 因為這些產品 真的在Black Friday的時候買的 所以現在差不多新一年了 所以我不是太記得我買了什麼 這個牌子其實是一些醫學品牌 就是在哪裡呢 這個牌子 在這裡 NEO這個牌子 這個其實是回購的 這個是新沒用過的 不過我先說這支 這個其實是水分的精華 serum 但是比較厚 為什麼我會知道這個牌子 因為我之前有做這個 Laser Facial 但是用肌做的 所以之後那個診所那裡 就有這個牌子的產品 然後也試用了 在這個診所那裡 覺得很好用 所以我之前也買過一支 這個是第二支 非常喜歡 非常保濕 而且他用一些技術 科技科學技術去研究的一個 醫學品牌的一支 這個質地不是很水 不像B5 Gel 這個完全不像質感 這個是厚一點 塗完之後感覺到很滑 然後就是這個 是新嘗試的 是一個眼霜 是一個保濕 而且他是這個很聰明 有一個鐵紙 這個是排行榜 好像是第一 比他本身更出名 這個麵 所以我也很信任 這個牌子 所以也想試一下 他的眼霜 如果好用的話 我也會推介給大家 暫時還有眼霜 所以還沒開來用 然後這個是浸品 Barbore送的浸品 是一個Cream repaired cream 然後 也有一個浸品 也是Barbore的 澳湖這個 我有三支 SkinCeutical 其實這個是在Black Friday買的 但他沒有減價 這個牌子 但我也照買 因為這個是 回購過的 之前是B5 Gel 很好用 因為很多時候 都要水有平衡 其實是一個護膚的程序 最重要是水有平衡 平日冬天也可以塗油 或者夏天也可以塗油 但也要塗一些B5 Gel 一些補水 所以不會出油脂粒 我這個照片給你們看一下 是一個 好像一個試管 那些 有點像Love is Derma 那個 但Love is Derma 在美國比較難買 SkinCeutical 就是美國牌子 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很液體的 然後就是一片面膜 這個也是回購的 是DHC的面膜 我記得好像買了9還是10塊 我忘記了 這個質地不是平日薄薄的紙 是一些 Gel Gel的質地 用完之後感覺也不錯 所以回購了這個 而且我也比較喜歡 用日本的護膚品為主 原來這個是鎮品 這個是我在Derm Store 其實大部分這裡 剛剛說的產品 都是Derm Store 這個 We come的 這個是Good Jeans 這個是非常非常喜歡 之前我在Sephora 買了一套 有Good Jeans 還有那個油 藍色的那個 然後 愛上了這個 反而我覺得油那個 跟平日的 棉油差不多 Clarence 或者Tarte 油差不多 但這支的Gel Gel 真的非常 見到效果 是這樣的 這個是其實 幫助肌膚均勻 膚色 那些 會塗上面 可能會有一點點 那些 我就是混合性皮膚 而入口的話 不建議塗這個 我不知道說明書是否這樣寫 但它有些 它的成分 其實不太適合入口 通常是 晚上用會比較好 維他命C 這個牌子 也挺有名的 在Derm Store 那個牌行榜 原來它分開 也是一個試管 其實我 沒用過這個牌子 而且維他命C的產品 我也沒用過 我用過杏仁酸 但沒用過維他命C的印象之中 所以也想試一下這個 另外它是這樣 還有剛剛那個試管 還有建議 維他命C這些產品 也是 建議晚上用會比較好 日後用也可以 但塗防濕 維他命C 或者一些酸 是會吸光的 所以要小心點 好了 就是這個Sucado的cream 其實這個沒有東西 因為我已經錄出來用了 我是在官方網購買的 而且這個cream 是Jessica介紹的 因為他之前來美國的時候 他帶了這個cream 然後我也試用了 感覺很好 很滋潤 而且我也比較喜歡 日本牌子的產品 多一點的 我開這個給你們看一看 包裝 很有趣的 有一個小手柄 是一個厚身一點的cream 是塗 可能有些時候很懶的日子 因為很累 可能不下妝也不想下的時候 可以先下妝 之後塗 toner 然後塗油 我最近在用Clarance的油 然後on top再加這個 因為這個cream 其實是水分的cream 所以比較保濕 所以可以做到水油平衡 冷的日子我就是這樣用的 或者用Lapari的face mask 那個stepping mask 也比較貴 不一定是冷的日子才用這個 平日想保濕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 好 到這個箱子裡 剩下的東西 也是一些小 sample 也是那一句 我不逐一說 有sk2 那些 好 現在我就說 最後這一袋裡面的產品 這個是 是一個鞋子的衣服 因為我也有很多鞋子 所以有時候可能新鞋的時候 很辛苦 穿的時候 這個我記得是十幾元 十四個九九 是black friday那時候買的 原價是三十元 這個 暫時還沒開來用 到時候好用的話 再通知你們 而且這個牌子 是一個department store 也很出名的 買一些高級產品 買了送日 原來就是 要買回同學就吃 所以我有兩盒這個 兩年前 在glamglow的官方網 買了很多這些泥面膜 還有白色這個 兩年之後用回來 還會很保濕 那些泥還沒乾 所以也可以買好存貨 那些 還有深層清潔面膜 建議 可能一個星期做一次 如果冬天的時候 怕太乾 但如果夏天的時候 一個星期做兩次 這樣 清潔毛孔 所以會經常很快用完 我買了 買一 然後送一 同一顏色 然後白色也是一樣 買了送一 總共有四 這裡有非常多 我記得好像買了十支 這個牌子 Hams 非常推介 這個其實是髮膜 而且非常方便 去旅行的時候 通常在酒店房裡的護髮素 非常難用 這個是可以旅行的一個髮膜 它的說明書 我印象中記得 可以用一次 好像說 但是我自己 把它分開 對 我的頭髮這麼長 我也可以分開三次 我其實是用髮膜 代替這個護髮素 因為我的頭髮比較長 所以會比較滋潤一點 髮膜非常之 推介這個 是Hams的牌子 真的有很多紅紙 這裡這樣 還有的 而且我有些拿出來用 已經回購了極度多次 而且這個髮膜也回購了很多次 也是Hams這個牌子 這個就是他們Triple的滋潤 它的味道也很香 而且我身體的皮膚 其實是屬於中性的 我頭皮也是 唯獨是我的臉 就是混合性肌膚 就是T字位出入 這個是cream 但我覺得其實有點像lotion 因為其實lotion 是稀一點的 cream就是厚一點的 這個是在cream和lotion之間 我非常喜歡這個 body butter那些 我是不適合用的 因為就算冬天的話 對我來說也很厚 好了最後兩件 這兩件也是最貴的 就是La Perry 我其實不太記得 現在記得了 有鏡頭在這裡 我不是太記得 我買買什麼 因為真的在旁邊 我記性很差 盒子包裝也很漂亮 然後La Perry 然後這裡有他們的logo 這些盒子我也會留 因為他們的質素很厚 而且不捨不擋 否則好像很浪費 這個就是他們的lux cream 我最喜歡他們的黃牌產品 這個 其實我也喜歡它 platinum wear 但這個我是先用的 非常推介 真的是黃牌產品 這個是full size 然後他送這個lotion 這兩個都是小小的 但我記得這個的價錢 是這個lux cream的價錢 然後送這兩個 所以我知道我會用完 我現在用的那一盒 所以買好全貨下一列 in caviar的essence 叫做 有點像toner 但厚身的toner 而這個就是睡眠面膜 我有他們的full size 也非常喜歡 這個適合 可以帶去旅行 好 到最後這一個 可能是送的 這個應該是送的 對 這個是送的 所以真的很划算 剛才送了兩個小小的 再送這個 是一個lupari的pouch 而且lupari他們很喜歡用銀色的 我這個也拆了 因為這個是delux的sample 還有三樣東西 這個toner 其實這個一般的 這個toner 對我來說有點難的 這個anti aging的booster 都不太肯定是什麼 再研究一下 因為我沒有買過這個 和這個產品 這個 這個是眼睛和唇的cream 這個我之前也收過sample 那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你們看這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是身處在boston那邊的 所以可以看我instagram的stories 因為我instagram 我也是每天發照的 還有IG stories 我也是有空的時候 我都會 或者有工作的時候 我都會拍一下 周圍的狀況 周圍的環境 也可以follow我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和微博 全部都是同步的 好 拜拜 拜拜